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赖 经常看到有的小伙伴们会问一些关于蛋糕卷的问题 我的蛋糕卷为什么会开裂呀,为什么会掉皮呀 为什么卷不出毛巾面呀,等等等等 这两天我就针对我们做蛋糕卷时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给大家做了一些错误的示范 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呢,可以找到其中失败的原因 这样以后大家在做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了 我先做一个成功的蛋糕卷给大家看一下 烤箱先预热上下火180度 这次我用的配方还是小丝卷的配方 大家如果想查看配方和详细做法的话 可以在我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里搜芒果蛋糕卷 就可以找到视频了 先把蛋清跟蛋黄分开 蛋黄里面加入油 水 10克细砂糖 先给它们搅匀 因为蛋糕卷的做法 我之前已经发过好几个视频了 这里就不说那么详细了 搅匀以后 搅匀以后筛入低筋面粉 再拌匀 做蛋糕的过程我都用了快镜头 蛋白里面加入30克细砂糖 然后用电动打蛋器给它打发 打至湿性发泡就可以了 有个小勾这样就打好了 然后先取三分之一的蛋白放到蛋黄糊里 给它们拌匀 拌匀 拌匀以后再把蛋黄倒入剩下的蛋白中 然后再给它翻拌均匀 拌匀以后 把面糊倒在铺了油布的烤盘上 这次做的不管是正卷还是反卷 用的全都是油布 放到烤箱中层 上下火180度烤20分钟 如果制作过程顺利 面糊状态也正常的话 烤的时候面糊是不会鼓包的 烘烤结束就马上取出来 蒸一下热气 然后把蛋糕片拿出来 大家看一下 烤的比较合适的蛋糕片摸上去 表面是比较干的 但是蛋糕还是比较软的 而且也不会粘手 盖上一张油纸 让它稍微凉一会儿 等蛋糕片还有点余温的时候 就开始卷 把它翻面油布揭开 因为今天只是做吃饭 所以不抹奶油直接卷 大家看一下 如果制作过程正确 烘烤的温度和时间 又比较合适的话 那卷好的蛋糕卷 是不会开裂 也不会掉皮的 看这个没有开裂 用油纸包上 然后放到冰箱里 冷藏半个小时 现在我再调整一下温度 温度降到160度 再烤一个蛋糕卷 大家看一下 还是放到烤箱中层 160度烤20分钟 刚刚放到冰箱里冷藏了半个小时的蛋糕卷取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皮也没有黏在油纸上 这样就是说明烘烤的比较合适 这个是160度烤了20分钟的蛋糕卷 表面的皮摸上去也是干的 但是很明显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皮摸上去比较嫩也比较软 从外观上也可以看出来 颜色比较浅 卷的时候确实也没有掉皮 但是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蛋糕卷上已经留下了手印 用油纸包上 再放到冰箱里冷藏30分钟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现在我再把温度调高 调到200度 再来烤一个看看什么样子 还是放到中层烤20分钟 这个是160度20分钟的蛋糕卷 在冰箱冷藏了30分钟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揭开这个油纸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轻的揭开它了 但是这个皮还是粘在了油纸上 这样大家就看出来了吧 你烘烤的温度低或者时间短 这个皮烤的不结实 所以就粘皮了 这个是200度烤了20分钟的蛋糕 可以看出来它都有点抽抽了 表面摸上去非常的干 底部的颜色也比较深 有点干 现在我把它卷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状态 哎呀 它已经裂开了 我刚卷它就裂了 简直裂得面目全非呀 如果你卷的时候也是这种状态 那就说明这个蛋糕你烤得太干了 就要考虑一下降低温度或者缩短时间 虽然说这样也能吃 但是它的口感不好 比较干 吃着也不够湿润 刚刚展示的是正卷 不同的温度烤出来不同的状态 下面我们来看看 相同的配方怎么可以烤出毛巾面 其实还是温度和时间要调整好 这个是上火180 下火170 烤了20分钟 有一部分皮粘在了蛋糕上 说明这个温度还是稍微高了点 或者时间稍微长了点 这个是180度烤了20分钟 皮完全没有接下来 还是温度高了 这个是180度烤了18分钟 终于可以成功的接出毛巾面了 从我示范的这几个状态上来看 接不出毛巾面 基本上就是烘烤的温度有点高了 或者时间有点长了 想要出毛巾面 调整一下烘烤温度和时间就可以了 你可以尝试把温度降低10度 或者时间缩短两分钟看看 但是我的这个建议并不一定适合你的烤箱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烤箱来调整 前面的示范都是在制作过程上没有什么失误 烘烤温度没有掌握好 会出现以上一系列的问题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制作中如果有哪些步骤做的不正确 会引起哪些问题 我特意把蛋白打成干性发泡 像做戚风蛋糕一样的状态 这个状态已经可以做戚风了 做好的面糊特别的稠 不好抹平 放到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烤20分钟 烤的时候我以为它会开裂 但是它并没有开裂 放到烤箱中层上下火 但是卷起来的时候它裂了 裂的不是很厉害 有两处裂纹 所以蛋糕卷开裂 也有可能是蛋白打印了 之前在烤蛋糕卷的过程中 偶尔会有骨包的情况 我一直认为是面糊没有拌匀造成的 但是这次做的时候 我特意没有把面糊拌匀 很遗憾的是烤的时候 我没有发现它有骨包的情况 关于骨包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需要再探讨一下 我在想会不会跟烤箱的温度不均匀有关系 因为这次我做了十多个蛋糕卷 都没有发生骨包的情况 然后我又仔细回想了一下 之前骨包的时候 我的那个面糊应该也是拌匀了 但是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骨包 哎呀真的好烦呀 我想让它骨包的时候 它不骨包 我不想让它骨包的时候 它反倒骨包了 如果它能骨包 这次我就可以确定是不是面糊没有拌匀的问题了 但是没有发生这个情况 只能是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再研究一下了 而且我做了两次面糊不匀的状态 我以为我第一次面糊拌得太匀了 第二次我又重新拌了一次 结果还是没有骨包 烤完以后外观上也看不出什么 吃的时候可以吃出口感不均匀 而且切开以后里边也可以看到有白色的部分 蛋糕卷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我只是把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做了一个示范 希望通过我做的这些错误的案例 大家可以找到失败的原因 这样以后再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它了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在做烘焙的时候 还有什么疑惑的话 可以告诉我 找时间可以再来做个对比测试